我是一个重度的小米手环的用户 如今已经升级了第七代的小米手环 今天我跟你聊聊我眼里的小米手环 你听完之后就知道该不该买这个东西了 我先说一下我用小米手环的一个需求点 可能跟你不太一样 大家有的时候拿它可能是什么运动之类的 但是我不是 我拿它基本上就干这六个事 第一个就是看时间 这个没有什么太多说的 第二个就是看部署 第三个是看我的睡觉情况 第四个我对它的要求是说 必须得足够轻 没有感觉挂在胳膊上 因为我经常戴特别沉的户外手表 我需要一个没有体感的 这么一个看时间的东西 第五个它挂在手腕上 必须得不捂汗 不是特别难受的那种感觉 第六个就是续航至少得超过五天的时间 我不能老充电 所以基于这六点需求 其实它从第四代开始都能满足我的需求了 只不过第四代当时上我不太满意的是 第四代充电的方式是必须得把这个东西 从手环的基座上抠下来 这个特别的麻烦 之后的日子 从第五代开始变成这种磁吸的座了 这么着一吸就能充电了 所以方便了很多 如今在第七代上 磁吸的座跟第六代之类的是保持一致的 这是特别好的 虽然第六代就已经满足我的需求了 但是如今第七代来了之后 它还有很多的变化了 首先第七代的屏幕 现在变成了1.62寸的这么一个屏幕 这个屏幕已经是很大的屏幕了 你看 我给你对比一下 你看这俩屏幕 这一下就宽了很多 新的七代的屏幕 比六代 这个屏幕不能再大了 因为如果再大的话 可能就做不到完全无感的这么一个感觉了 我看有网上人问 小米手环的设计师 人家说你会不会 未来就变成手表了 人家设计师说有可能 但是如果变成手表的话 我就不用小米手环了 它很核心的一个 就是足够轻巧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第二个 这个画面是确实非常的细腻 1.62寸的屏幕的手环又大又细腻 并且亮度也是足够的 所以这个屏幕用的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第三个 它增加一个导焊槽的设计 小米手环的历代产品 它这个手环的后面 这个位置 它的触点 它都是凸出来的 尽量的减少跟你胳膊的一个接触 就避免了那么大的一个接触面积 带来的武汉的感觉 我觉得是特别讨厌 这个呼的胳膊上 那个特别湿热的感觉 你看六代也是一个凸起的触点 那七代依然保留了这一点 同时呢 七代跟六代不太一样的是 它的这个手环的袋 这个袋是里面变成了内凹的轻微的感觉 也就是中间留点中空 它跟你胳膊接触面积进一部分减少 就尽量的减少 这个接触时候带来的一个武汉那种的感觉 同时这个新的手环的袋 支持的对于大肠杆军 及金色葡萄球军99%的抗军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 外加上呢 这个新的七代的手环 它中间这个环跟整个的带体之间 更加稳固了 不像是之前日子里面一推 直接就歪了 你看这六代就已经相对稳固了很多 而之前的五代 这么着稍微一拧 就直接歪了 那四代就歪的会更厉害 这六代就已经挺稳固的 如今七代就更加稳固了 不至于说 它在整个的带体里面转来转去的 经常有的时候都转到快45度了 特别的难受 同时这第七代的处理器 现在变得更快了 外加上重量几乎没怎么涨 我给大家实测一下 然后呢 我们现在放上六代啊 你看这是带着这个表带啊 23.6克 然后我们现在换上七代 25.7克 只涨了一克多 所以理论来说 它的重量增加并不多 这也是我带它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它变成了一个五六十克的 甚至更多的重量 我就不带它了 那就跟一个手表的感觉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了 所以足够轻 并且是不武汉 很重要的 然后呢 如今七代呢 还支持一个很好的功能 对于我上高原挺棒的 它支持24小时的持续血氧的监测 你可以看一个趋势 比如说啊 这个正经情况下 你可能是99%的血氧 你拿它测 可能是95% 不重要 但是你如果持续观察到 它的血氧的趋势在下降 那说明确实你现在 因为高海拔 连你身体的这个氧含量在下降 所以呢 当绝对值不是决绝精准的情况下 看的还是一个趋势浮动 所以这个24小时的血氧的趋势 对于我这样经常上高原的人来说 还是很重要的 那至于说它相对于这个手环 比如说测试更精准 运动数据更精准 更多的运动及休息的建议 这方面的事 那肯定也会做的比较好 但是那个不是我用这个手环的场景 所以我也就不太在乎那方面的功能了 所以呢 这玩意儿就是避眼入 足够的轻 足够的小 然后这边的跟胳膊接触面积也足够小 没有那么的五汗 外加上现在屏幕也很大 然后新的导焊槽的设计 变成导焊槽还抗军 中间也更稳固了 处理器更坏了 这些方面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性价比很高的一个手环 我都已经用了四代了 我都已经用了一个手环